片中的寶馬私家車見到紅燈都沒有停下來 直接衝向行人輔助線 當時有一名行人推著BB車過馬路 寶馬就扭軚閃避 行人都嚇到退後 幸好沒有發生意外 這條車鏡片在星期三下午近1點拍攝 現場是青山公路大攬段萬線小壽村對開的燈位 有不少網民都責怪寶馬司機蓄意謀殺 也有人留意到攝氏寶馬的車牌寫著FU 懷疑它是外地登記的車